穿着于男子埋伏在乡农外 竟然转身拿出刀子往对方猛刺 被害人挣扎拉住嫌犯 但却被疯狂攻击 至今嫌犯一路落跑 这是上个月在万华发生的随机杀人案件 嫌犯将人连砍18刀重伤 5号这天首度应讯律师进辩护 喊他有精神问题 一两人一两人乐器都不理想 独来独往的人 跟公司人互动几乎很少 戴着眼镜对着镜头参笑 在联袖上PO出多张和亲友出友的照片 他就是万华随机杀人的50岁余姓主嫌 担任房仲7年却犯下了随机杀人 听上他对被害人道歉 变成没有杀人意图 是对方似乎要攻击他才反击 律师还主张他业绩不好压力大 申请了精神鉴定 只是在杀紧案件嫌犯被判无罪之时 端出了精神问题引起讨论 首度提讯说没有杀人意图 就怕是为了要拖则判侵 随机杀人案怎么判外界都在看 记者综合报道